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方便化 大到之前 财富丹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ypto频道 目前的位置 比特币 怎么操作 当前位置 还会下跌吗 还是 已经暂时止跌了 能做多 好 来这样的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我们的影片 下面的接下来我们社群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 我需要补充 到里面非常重要 第一个人接 加入社群Discord 点击就加入了 都是我们畅导师 免费的做学习的 这边的话 点击我们这边下方有 会议条件 这边用指定电线码 注册入境交易 就可以了 好都是免费的 那如果你是喜欢用这个电报 电报社区的话也是有 电报的话就是我们第二连接 点击可以叫我们这个电报群 OK 好 那么回到当前排名 看一下当前的位置 怎么解读 目前的情况 怎么做分析 看一下 当前的位置的话 比特币 目前的我们看一下 这个区域线 看八小的图 这边我们看一下 是有一条区域线 一二三个出点 目前是非常有效的 达到区域线 并且有止跌迹效 对不对 这边 有达到 看 两个出点 第三个出点 当前的位置 达到达到达到这边 前方这里是有一个中枢 中枢地带嘛 这边是个中枢地带嘛 前方的低点这里 但这里下跌过程非常快速的 实际上真的有筹码堆积的位置 大概这里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看上涨反弹的话 看两个位置 第一个22500左右 第二个位置大概看到23500 23500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我们前方这里下跌过程中 有经过短期换手的区域 这里面吗 23500左右 那目前呢 反弹大概率 我认为说是有机会去触及到 250到2280左右 这个位置的 这个能力啊 可能是相对大 所以如果你要做短多的话 你的支顺 带在这个低点嘛 20894 昨天有说 你要做左次多弹的话 可以在那边做路场 那如果说你现在没路的话 也可以跳地做进场 你的 当然位置没得好 左侧路场当然随便好 但是风险大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 如果你要做路场 这些路场的话 你的支顺会带在这里嘛 前低位置 那你指引发上方 大张也是一个1比1.5到1比1比2的一个随米的一个多单 那这就是看你要不要做了 目前的来讲 只要不跌破20850的位置的情况下 这边是有机会构成一个双重底 对不对 双重底部 底部对不对 小双底 有机会构成 就这的话 如果做拉升 是有机会去触及到上方这些区域的 大概22500左右 这位置 相当大概率会修复 前方这里呢 也是一个快速下跌 并没有经过重发堆积 所以快速的拉涨呢 估计是有机会来到这个22500左右 这个位置 好 这盘面短期来讲的一个解读啊 当然 昨天看前天讲过半多次啊 有可能是怎么样 有可能的心事 这里低点 跌破再收回 那会是好的一个做多机会吗 但目前来讲的话 短期这个地方 盘整时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感觉已经盘整熟练 大家有 有三天左右 三天左右的时间 偏向出现一个底部脱高动作 所以短期来说的话 我更认为 这边短期 偏向看多啊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比特币 好 短期说 如果是位置 你不想做多 那你等做空位置 等2250左右 那如果你想 博量多单啊 做多单 那你就 止损 待在这个20850左右 就可以了 这短期的也超多建议 我们看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目前来讲 也是非常清晰的 目前在访的 这个位置 也出现非常明显 明确的高点和低点 在那区吗 高点在1650 低点在1523 那这边我们在 日线来看 它是回测了 前方的一个区域 看前方低点 我看到80 8小时图 看一下 回测前方低点 小幅跌破 看 它有小幅的跌破 然后呢 并没有延续 所以这里短期来讲 我认为止跌下的现象较大 跟比特币一样 这边来讲 短期这边已经有一个 下跌停滞现象 那这里呢 也有一个 底部托高动作 看底部 托高 所以短期来说 这个位置啊 大概率会做反弹上行 那目前上方呢 一样嘛 上方是没有充满堆积的 这一整段是 并没有太多充满堆积的 所以反弹的话呢 前面讲过嘛 过程为急跌 有反弹修复需求 上方头部只有8点 下跌的波段已经超出目标下 大概率要回测 做修复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从最高点拉下来 做回测的话 画最低 那它的一个回测位置呢 看一下这个 嫌疑回测啊 至少至少到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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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左右 这个位置 可能是较大 我个认为 如果以待房比较强的话 市场甚至有机会触及到 这1850 都所机会的 这个位置 包括我们前方这边 金光充满堆积的位置嘛 这个地方 这地方的话 我们看到1850到1880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话 呃 是有机会触及的 这 同时啊 它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这个 0.618 的区域嘛 看一下 对不对 这是我们0.618区域 618 66的位置 大概在1837 1858的位置 所以也是有机会触及到的 这个地方 眼前房如果做拉伸的话 前方这边 是有机会做修复 反弹拉伸 所以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是可以考虑可以解放的 你的支随复带在这个 1528左右 那大概有100个点左右 我个人是有配置 一小部分信号在这边做买入的 支随复带在这个前低 下方可以了 这边是短期 是有一个小型的一个盘整 底部结构 拉伸上涨的可能性 相对大 OK 好 短期讲这边 非常详细 这边是操作逻辑啊 目前短期来讲 大概可以反弹 基本上就是看啊 这边 重复一次 跌破收回再拉伸 或是当前位置 直接做一个双底 双底 破颈线拉伸 大致上这样的可能性 较大 那基本上呢 如果他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昨天来看 可能会说 跌破前例可能性是有的 那今天来看的话 目前来讲 因为这边已经采过一次 而且出现需求 看 有这样一个需求出现 一小图 需求出现 有这样需求出现 同时嘛 同时他这边底部 是有脱高的迹象 所以短期来说 这边 目前来讲 大概率有可能 做一个拉伸 形成一个小的双底嘛 脱高动作 做拉伸 好 上期的目标来讲呢 我认为有机会来到上方这些位置 多所机会的 这些位置 强点有机会到1850 好 供大参考 这边短期来实际上 做个解读 目前短期来说 看回测 至少都是回测到1750左右 这是一代表的部分 比特币一样 一样看上去回测 回测 我们要看到2250 这些位置 或者我们前方这样的双方区 这边有一个堆积区 蓝色区 或是我们这个红色区 两个目标架 好 大家讲一期 那如果喜欢的分享的话 帮你们点个赞 就是对我专的支持了 好 加募社区 加入 点击 你可以向上连接 也可以加入了 好 我们下期课然见 拜拜